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善 也就是tube 这个美好的那个字 那这个字其实就是良善 如果我们说什么叫做良善的油呢 就有一种油高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会使他良善 如果说有这样的 那基督的高油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里边有主的生命 那就能够使人活出荣耀的生命 那这个油呢 油其实这个在旧约里边油和高 常常是连接在一起的 总之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 做肾高油的五种材料 那些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和预表 那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谈 那么总之在这一段 我们一个标题就是贵重高油的流动 就是受高侍奉者的方法 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是 一个受高的侍奉者 你一个真基督徒 他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使人合一 那么使人合一 首先你是一个受高者 你才有那个基督的高油 才有基督的荣耀 可以显出来吗 可以去帮助人 你自己手上缺乏那样的资源 你这个自己都没换吃了 你怎么帮助人去挣灾去使人吃饱呢 道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各样的人 他们各自在各自所能的范围里边 扮演自己的角色 然后做他觉得好的事 那么有的人做得比较成功 有的人做得比较不是那么成功 那刚才有姐妹问我说 那我们这个在教会里边和睦同居 和世上的俱乐部应该怎样去区分他 那当然如果俱乐部 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人一起快乐 那他做得到也很好嘛 但是肯定俱乐部 他是在那个时候的气氛嘛 那个时候的状态嘛 你来与会的时候 那来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好 我们如果是一个 我们的教会的服饰 如果是预备聚会 预备一个很有恩高的聚会 那么使所有的来聚会的人 他当时都很享受 当时都感觉 都好像心灵洗了一次澡 或者打了一次强心真意 那很好嘛 有何不可能 那是他的服饰 那不是收高者的服饰 至少不是这里所讲的收高者的服饰 因为这里所讲的是 要使你成为一个 就是神的儿女 能够使人和睦的 使你生命里边就是一个 这个充满了十字架的荣耀 那不仅仅是自己乐意与人和睦相处 而且能够使人能够与人和睦相处 那这是我们所讲的 也就是我们所信的 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在这样的恩典的路上 然后认识这道 进入这道 做成这样的生命 得着这样的能量 所以弟兄和睦同居 是一个受高侍奉者的目标 而这里讲留 就是留到服饰 又留到他的一经 这个留就是方法 你现在如果说 只有圣灵的高有 有一种能力 有一种能量 那刚刚好够每一个人点一下 那就留不动了 懂我意思吗 你必须要有很大量的倾向下来 它才会产生那个留的现象 所以这个其实一个 一个使人和睦的服饰 其实它是需要有不断去成长起来的 那样的一种奇妙的能力和生命 所以这里讲贵重的 由流到扶须 又流到他的一经 那么首先我们讲这个贵重的油 贵重的油 这个就土不就是良善 良善的油不仅它是好 不仅它是使人好 而且在圣经里边 它有一段的话 它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使人好 这个除了实质上内容的内容 生命里面的好以外 更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美好的意义 叫做使人尊贵 所以在四世纪 这个第九章 第九节 这是讲到基电的儿子 他因为受他的家族的逼迫 然后大家怀疑他是不是要去争夺 他们的争夺地位 然后他讲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我想树木的比喻 高树木做王的比喻是很有意思的 那我们今天只看一段就好了 第八节 他讲的比喻一开始说 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 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我们的王 王是一个管理的职份 是一个带领的职份 那橄榄树 当然它是一个首选 因为橄榄树 橄榄成为一体黄金 在以色列那个地方 其实他们很多很多的侍奉也好 生活也好 医疗也好 种种都靠着橄榄 所以橄榄树是首选 但是我们看到第九节 橄榄树回答说 我岂肯使住 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 游而去飘摇在种树之上呢 首先他就是 首先他就讲说 他不愿意去成为那个管理职务 因为他要做的是他自己的本分 而他的本分是什么呢 是使得神能够被尊重 然后使得人能够得到尊敬 那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就是说 使他增加他的分量 增加他的重量 所以我想跟地方那边说的 就是说 其实这个有 就是讲到我们的受高吧 基督徒的被高利 或者是传递一种恩高的服饰 它有一种实质的作用 就是使人能够被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 这是我们常说的 而他的更具体的作用就是什么 更具体的作用 就是要使人的生命 使人自己的存在意义 存在价值得到肯定 自我肯定 而越来越有实质 实体有分量 有恩典在他里面 我不知道 这应该讲清楚了 所以贵重的油 你可以按着原文去理解 说它是有福的 那更具体的意思就是好的 良善的 而好的其实它也有使他增加分量的意义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会使人喜乐 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 论到子却说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胜过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 其实一个被上帝服侍的人 他身上是带着喜乐 喜乐是能够分散出去的 能够使人去分享的 当一个人他充满快乐的感觉 你如果听到一个人很爽朗的笑 那你在旁边都感觉说很舒服 对不对 其实这是 我看到你们身边有一些人 像师母常常大声快乐的笑 我就觉得说我缺少了这个 缺少了大笑的本领 因为太沉重了 人生太沉重了 所以怎样才能够让我们常常开口笑 这是贵重高油的作用 那么这贵重高油的出口 这其实你要流出去 要使人能够从他的头上流到 流到这个扶须又流到他的衣经 那我们就讲到这个高油 其实高油这么说吧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会 我们以为说他是很有恩高的 就是他有很有能力 这个在聚会的时候 说那个人很有恩高 是他很能够感染人 很能够影响人 或者是他带着一只一只释放的能力 那我们说他是有很有恩高的 有高油的 其实这个是他的末端 是他的余序 是他的表现出来的东西 而那个高油是什么 那个高油的本身 他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好比说有一些高油 有一种能量 我们说是高油 那么那种高油是带着一种 很强烈的魅力和影响力 我们最近碰触到一些人 我们就感觉说 那他身上就带着一种 这个像彼得那样一呼百应 一叫很多人就跟着 对不对 那那也是一种魅力 魅力也是一种高油的现象 但是不是基督的像高油 你明白吗 能力也是 但是未必是基督的像高油 基督的像高油 他主要的是什么呢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就是并且这个字 这个开也就是 如果你是从那圣者 知道了受了恩高 就那么知道这一切的事 或做什么都有知识 恩高其实是一种知识而来的 在二十一节说 我都写信 我写信给你们 并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为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来的 谁是说谎 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就是低基督的 凡是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父也在他里面 论到你们 勿要将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这个子里面 也住在父里面 那其实这里边所讲的 在恩高 他所说的其实是 我们一开始 从起初所领受的恩高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圣经讲恩高 其实没有几处了 主要的都在 这一段经文里面 诸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这二十五节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些 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怎样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高 在你里面教训你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小子你们 你们要住在他里面 这样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我把这段经文 再一次说给我们 让我们理解 其实这里所讲的恩高 就是你从起初 所受的教训 而基督徒 至少在 在这个约翰 保罗他们 那个时候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 一开始 从主那里 流出来的信息 都很单纯 都很纯净 在末后的世代 就混乱了 我不知道 我所想讲的理解 就加进了很多的学问 加进了很多很多的说法 所以在这个初代的时候 他们观念是很清晰的 知道我们从主所受的教训 其实不需要太复杂 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就是要你们怎样 彼此切实相爱 这是一条救命令 也是一条新命令 而你所受的恩高 就是主已经为我们定十字架 为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就不必彼此论断 这是基督的高油 基督的相高就是 因为我们愿意跟随主的角中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那样的荣耀生命 这样说清楚吗 所以如果说我们得了解这一点 当然你有这个生命 你就能够有合一的负担和能力 那这是叫做基督的高油了 基督的高油是使人和睦的 是使人贵重的 那么我们现在常常在一些聚会当中 所说的 它是一种表象的东西 是一种过程 或者一种部分的表彰 就是过程里边 让人原来很环绕 让人原来很混乱 那么在那个很大的能量 很大的影响力之下 你能够专注你的精神 在那一刻能够从浮事乱想当中 被聚焦在那个很大的光源上面 那都是好的 但是它的核心 它的根本 它的源头 是从主的恩高来的 恩高你受高者 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道 让我们愿意在他里边彼此相爱 很清楚吗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不会去误会 去寻求一种在外面的东西 而这个高游呢 其实这样的高游在我们特别引用 说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四十节 这些经文大家应该很熟 这个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其实恩慈这个字 它跟恩高 那个字是 字根是相同的 也就是有人说 所谓的恩慈 就是像高游一样的滋润 那么永远给人有再一次的机会 这个恩慈 它是这样的意思 也就是在主里边的一种真正的 这个 爱是永不止息 就是永远的宽容 永远的接纳 永远的包容 永远的成全 爱是永不止息 这是高游 因为我们是盟主爱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从主领受的高游 我们就有力量去饶恕 有力量去安慰 有力量去重新扶持他起来 那么当我们面对一个特殊的环境 比方说面对一个万人聚会 那你需要有很大的能量 那是另外一种情形 但是根源是什么很要紧 我这个对很多的服侍者 各地的 这个在教会里边各个时代 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 其实我都越来越敬重 但是对于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我一直很有忧虑 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善于表达 非常善于梭理 那讲起道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一些知识分子 但其实他所讲的道里边 很少高游 很少高游的意思就是 很少那种恩慈怜悯的十字架的道 而是很多的是告诉人说 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那给一些律法性的知识性的东西 那只向越有影响力 我心中就觉得说 那这个把人带进那样的一些信仰里 其实不是基督的心意 我不知道 我是想表达的大家理解 所以我要认识什么是高游 使人和睦的是高游 使人被安慰的是高游 使十字架的爱是高游 荣耀的 十字架的荣耀才是 那么我讲说他的出口是 环世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四十节 告诉我们说 你们环世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 因为这个高游 他不会从不合适的源头出来 因为他流不顺 他一定有他的流的过程 流的脉络 流的顺序 所以这个在教会里 你如果希望说 神的高游是流通的很合适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认识 在教会里边的秩序位置 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去像主耶稣基督 分五饼二鱼 分五千人的时候 就叫他们五十个 五十一排一排一排 那就按着秩序做好 然后才能够去做那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讲到秩序的问题 那他的秩序是什么呢 是从亚伦的头上流到扶须 又流到一经 那这里讲到亚伦的扶须 这个亚伦的扶须啊 是这个亚伦的头 亚伦的头 我们知道 头就是他的思想 那一个扶须的 被高利的扶须者 那么被高利的扶须者 他自己是从他自己的思想 自己生命里面先领受 然后传出去的时候 他有他的顺序 那么我们讲到说 其实高游是做什么的呢 立位记第二十一章的四到五节 这是给大家做个参考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 就不可玷污自己 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剔除扶须的周围 也不可用刀割身 所以这个其实这讲祭司 你知道说以色列人 他们有好几个派系 他们这个扶须 扶须留得好长好长的 其实他们就是持守 这个立位记里边的 这样的一个诫命 既然你做祭司 你就必须要把扶须留着 那其实这个 你看到一些大扶子的 这个犹太教士 其实就是守这个规则 那我是跟弟兄妹妹可以看 如果说你有这个 有时间的话 那念一下好了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一到十五节都念一下 因为我相信这也很要紧 立位记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子孙 做祭司的说 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 沾染自己 除非为他骨肉之心的父母 儿女 弟兄 才可以沾染自己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 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 不可使头光秃 不可剔除扶须的周围 也不可用刀化身 要归耶和神为圣 不可亵渎神的名 因为耶和华的伙计就是神的食物 是他们献的 所以他们要不要取具和被污的女人为妻 也不可取被修的妻 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 所以你要使他们成圣 因为他要奉献你神的食物 你要以他为圣 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是圣的 耶和华 你而若行云入墨自己 就入墨了父亲 必用火将他焚烧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 头上倒了膏油 又承接圣子 穿了圣衣的 不可蓬头上法 也不可撕裂衣服 不可挨尽尸体 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 不可出圣所 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 因为神的膏油在他头上 我是耶和华 他要娶 因为 不可在民中入墨他的儿女 因为 好 那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的是 这整段经文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扶须 扶须是他成为祭司的一个象征 成为祭司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那么亚伦作为大祭司 我们刚刚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规条 这是要让人对于 忽视上帝这件事情 有足够的警醒 有足够的尊重 分别为圣 你要尊重自己 你尊重上帝 你要尊重服事 就要尊重自己 那么当然这是旧约的一些规条 他都有他的预表意义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其实分别为圣 这个膏油 他就是使人 使人首先是被分别出来 是与世人不一样的 不可重塑 沾染自己 就是不要跟世人一样生活 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一些 具体的生活表现 这些生活表现 那是身体上面的记号 这些身体上面的记号 是 他其实身体上面有什么记号 不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你要由内而外 这个成于中要行于外 你必须要在外面 有一些认真的约束和表现 才能够证明说我们是 这个里面是有被提醒 要端数要进钱 我想这样说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实分别为圣 这个分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亚伦的胡须首先是表达说 他是从身体上面 从生活当中 他就把自己 这个放在一个被分别为圣的状况里 这么说清楚吗 所以如果你是教会的头 这好比从亚伦的头上 头是我们的思想生命 留到胡须就是他的生活见证 他的生活见证 他有思想有见证 然后才能够往下留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看他的这个留到一经是什么意思 但我这里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的 就是你分别为圣 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二十节 到第二十三节 这讲到你一个人要分别为圣 是使自己贵重的膏油 能够使我们贵重 但是我们如果是自亲自见 那贵重的膏油 抹在一个污秽的身体上面 那也就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 所以上帝乐意给我们恩膏 但是我们要分别 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在大夫人家不但有精气 银气 也有木气 瓦气 有作为贵重的 也有作为卑贱的 其实卑贱的也是一种器皿 我们其实都有它的用处 人若自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是要分别为圣 对不对 那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 公义信德 人爱和平 唯有那余卓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这种事是起争镜的 其实我们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比较具体的提示 我们要分别为圣 要有这个分别为圣的意愿 和分别为圣的行动 那当然如何去保守自己 在一个圣洁的光景里 在旧约的大祭司或者祭司 他们会用一些生活当中的身体上面的一些作为 包括像至于起妻 包括碰住尸体种种 那是有他们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今天就点到就好了 但是在新约 我们的信仰是在心里的 所以你如何才能够心里边保持分别为圣 这个比身体上面的分别为圣 更加要紧 而基督生命里边的分别为圣 他说讲的就是 你还不能够注重罪孽 不能够被别人的罪 和自己的罪 被别人的问题和自己的问题 搞得自己心怀意乱 那常常活在一种抱怨 或者是活在嫉妒 活在一种看人看自己 种种的污秽败坏的现象里 那很辛苦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给我们提两点 第一点要跟干净的人 清新的人一起祷告 那我们在这句话里边 换另外一个对比句 你会不会碰到一些 碰到一些人越祷告心越脏 会不会 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不是没有 对不对 因为他祷告起来 他充满了控告 祷告起来 就有一大堆的 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们本来心情好好的 一祷告 跟他一祷告 结果被 他不祷告 我还站得好好的 他一祷告我就倒了 真是祷告 那这个现象是常有的 所以我们要使我们的心保持 洁净 你要选那些清新的人 清新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 那么另外一面是用缓面的 特别的提醒 不要辩论 每一次你也辩论 辩赢了 心中也蛮难过的 辩输了 更是这个 充满了沮丧感 混乱感 对不对 其实只要 任何一次你跟任何人辩论 结果心都乱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哪一次辩赢了 觉得好爽啊 我机会 除了辩论比赛 辩论比赛 他赢的不是因为这个道理 而是因为这个 在一场战役里边 好像打赢了这样 那真理不会越变越明的了 只有愿意听的人 你跟他在讲的时候 一同领受 一同领受 道从里边离出来 或者只要是他有他的立场 因为你的立场 就不要再去讲了 这是我首先要跟弟兄弟们讲 分别为圣在新约里边 在新约就是新的约 我们的 在生命里边领受主的道 这重点在于里面 而不在外面 而我们如果说要使里面 常常保持清洁 就是那两点 是比较重要的提示 那么为什么讲扶须呢 这个扶须 其实它这个字 在旧约里边都跟老 是仅仅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老迈的 所以其实这个 祭司要留扶须 那我们中国古话讲 嘴上无毛 做事不老 所以这个祭司也是 留了扶须 也是证明你是成熟的 但是扶须的颜色 其实跟他们的祭司的位分 还是有差别的 这个在世人里边 老了就没用 祭司没有退休的 你像老以利亚 祭司就越老越管用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因为像雅各 他都是到了很老很老 他才当得起那个 祭司的职份 才能够去为这个 法老王祷告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 非常奇妙的见证 就人年纪老到一定的程度 动都不能动了 他就只能够躺在床上 但是很多人去找他 就为他祝福 所以这种生命的价值 里面能够留出来的 这个祭司的福事 是越老越成熟 所以从头上流到福须 就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要长幼有序 所以彼得前书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 这个第五章的第五节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要 以谦卑数要彼此顺武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福在神的大能手下 到了时候 他就必死你们升高 到了时候是说 其实也就是 你排队吧 按着属灵的年龄 按着肉身的年龄排队吧 一定会轮到你的 至于到底 你怎样才能够升高呢 其实真正的 你需要学会谦卑 就升高了 那这是我们所讲的 他也留到扶须 又留到一经 这个留 是从年龄 或者是顺序留的 在教会里 其实在家里边也是一样 一个和谐的家庭 一个美好的 这个和睦的家庭 我们会看到 他们非常非常的珍惜 尊重老人 那越是那种 这个彪悍的 横冲磁壮的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强的 或者是末后的世代 他缓其道而行 这个老人爱 爱小孩是老人的天性 但是如果做中年的父母亲 不懂得教训儿女 没有一个规矩 教训儿女敬重老人的话 老实说 他就等着晚年被儿女抛弃 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 所以有些时候 有一些家族的人 他们做父母亲的 因为你做阿公阿嬷 做阿台 那看到小孩子 什么都愿意给 对不对 那现在的很多的父母亲 他太看重孩子 就缺少了 去像中国人古时候 没有太古了 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是这样 你对小孩子 对于这个吃饭 你要等到老人吃完了 你才可以吃 对不对 所有的事情 你要让小孩子从小 就学会尊重老人 那他才能够有一个秩序 才能够有一个流 对不对 这个是在这个世代当中 很容易被忽略 甚至于已经被忽略了 那么他就失去了一种传承 失去了一种 这种美好的恩膏 爱的恩膏流动 那样的一种客观的条件 这是我们看起来 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扶须 扶须这个字 这不是扶须章 扶须这个字 它的字根就从老迈来的 你有看到吗 扶须这个字 原来就是老迈 所以我们要长幼有序 这是一个前提 那么他流到年长的 我刚刚讲了好几个点 一方面年长的实在是有用 在做事打架可能用不好 但是祝福肯定是行的 因为年纪老了 他如果有属神的生命 他那个祝福是有后座力的 是有真实的 年轻人给你的祝福 他妈妈夫 亲切给你讲一讲 那年老的人 其实他有体会 他知道话语的权柄 知道祝福的意义 所以年老的人的祝福 他真的是越神越香 越久越好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事情 恩高要从什么 要从扶须才能够流到一经 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到 祭司的一经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说一个谦卑体量的表现 其实在这里一经 一这个字原来 它的意思 它是从丈量 也就是尺寸来的 那尺寸的意思是怎么讲呢 就是他自己衡量自己 一个人 如果他是骄傲的人 他会死克朗上阵台 自称自大 这个月把自己看得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他就 你去做帽子好了 你就做不了一经 其实一经是对自己 有一个合一的看法 那一 那经呢 经原来这是催散 它是吩咐 口中所说出来的 那么这是说什么呢 具体的意思就是说 对自己常常表示 自己的牵退 言语表达 那个牵退牵让 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么有些人 我们就看到他们一种谦卑 谦卑的让我们很感动 他凡事就退到后面 让别人先来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一经 那个字的 具体的一种表示和表达 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吗 所以其实这个一经 它是讲的 我是这里做了一个标示 就是降杯认同的高游 因为首先 这个主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道成了肉身 他的服事 就是在腓立比书 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缓到虚极 取了奴夫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悟 以至于死 且实在实之教上 那是说什么 耶稣基督 他是自己把自己 放在卑微的状态里 那么其实在教会里 其实也有一些人 他是把自己放在最后的 你们都吃饱了 我再吃 所有的人都在前面 我再来做 那这是这个 降悲谦卑服事 他的一个非常 非常具体的意思 那么在 在教会里面 在上帝的眼中 对于教会的行政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节 耶稣叫了他的门徒来 因为他们的门徒 在争谁为大 那么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治理他们 有大权 大臣招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书架 我想这个话给大家做参考 在意 如果说 亚伦的头 那亚伦的头 其实你可以从 另外一个意思来理解 基督就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服事 对不对 从那里 从思想 从纪念上头的事 领受神的高游 开始到年长的 到有资历的 有顺序来 到那些 自己愿意谦卑自己 愿意降卑自己的 那些人身上 那这里其实这个流 在这一段经文里边 这个用了三次 就是降在亚伦的头上 这个降也是流 理解吗 这个交在亚伦的头上 这个字是流 然后流到扶须 这个只有一个动词 也是流 然后又流到他的一经 那么在下面的一节 说又好像 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这个降也是流 就是降卑自己 他是用约旦河的水 不断的向下流 那样的一个异象 在告诉我们的 所以其实你越能够降卑 就越能够流通 事实上 你如果要去承接一些祝福 你必须要把杯子放 盘子 杯子要放低一点 举得太高 人家不太容易给 所以越是愿意降卑自己 能够承受的福分越大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 刚才所说的 这是一个方法 如何使得神的高油 流到我们身上呢 作为一个服事者 也许我们可以 有一个实行的提醒 你要去顾年老的 然后你要去顾 卑微的 那你就能够 当你去顾到那些年老的 年老的 其实这个年纪 到了一定的程度 不以血气 不以血气来自夸的时候 他常常 如果说没有注意到的话 有些老人 他很容易落入一个自卑的光景 常常处在一个孤独的光景里 而且很容易被遗忘 在一个群体里边 如果你没有去顾到他的话 那么其实 他们会被忽略的 还有一些自己 愿意降卑的人 他也是比较容易 被忽略过去的 所以服事 你如果从亚罗的头 能够留到扶须 又留到易经的话 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能够使得 鱼路均沾 所有所有的人都领受到恩典 顾念卑为者 这是这边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提醒 所以我们讲到方法是什么 我想方法 第一个字叫做要留 你不留的话 这个存在自己的心里边 你就积蓄着 它没有流动 就不会丰富 另外一个就是 你在留的时候 要顾念老的 要顾念卑微的 顾念被忽略的 这么应该可以理解 那么再来我们就讲第三节 第三节永恒福乐的灵在 就是当你在有恩高那样留的时候 你就有永恒的福乐会流过来了 当有耶稣基督的爱 有释迦的道在留着的时候 其实这个永恒 永生的福乐自然同时就会临到我们身上 我该用什么方式来更具体的讲 就是当我们走在十下的路上 我们再靠着上帝的恩典 在留在给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你里边会有一种很真实的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爱 以及永恒的踏实感 在里边越来越显大 而且每一次当我们在一种真理的流出的时候 我是按着真理的流出的时候 其实你里边会有一种 该怎么说呢 会有一种被注入的体验 我先跟你们讲 或者也许你们有人有过这样的体会 渐渐以后就会知道它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在基督的爱里 在基督的灵里边 我们去做一些关心的事 做一些付出的事 做一些舍弃的事情的时候 这么说吧 一般人的说法叫做 叫做这个为善罪乐 助人为什么 快乐之本 对不对 那是一种一般的体会 而相同的相似的 就是当你这个做善事 是因为你自己 生命里边有被肯定 在灵里边 心灵里边会得到一定的平安感和饱足感 那是大家容易体会的 但是你如果是按在基督的标准里边 去做这样的事 你给出什么 上帝就给你什么 而且是连摇待岸 上奸下流的给 所以这个被注入的体会 是很容易感受的 所以我们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 上帝要的是什么 上帝要的是和睦同居 上帝要的是 十字架的高游 流通在我们生命里 而当我们有这个和睦同居 我说的和睦同居是神儿子的生命 和睦同居要有十字架的荣耀 对不对 这个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表达 当有别人 人和人之间产生误解 产生冲突 我们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 让他们能够和睦 表面上他们不知道 其实表面上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灵里边都知道 而那个时候 你里边就会产生 那种永生的福乐 降临 流到我们自己生命里 那样的体会 我想这样说应该相当清楚了 那么这里边讲到说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福乐 这个黑门的甘露 我们刚才讲到 其实黑门这个字 它在原文 它被原文是隔离 那隔离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欢迎方式叫做割裂 那因为黑门山 它是非常非常高的人 靠近不得 所以这个 如果说你知道它原文的意思是隔离的话 其实黑门跟西安是远远的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而那里的甘露却流到这里来 这里是说明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连结 跨越的超越的连结 所以在这个连结里边 这个甘露当然是甘露这个雨和露 雨是会让人 让人这个全身湿透 或者会造成一定的副作用的 而甘露我们说润露细无声 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 无形的或者有形但是很舒服的一种同在 所以黑门山的甘露 它是那里许许多多果园 是因为有黑门的甘露 所以它就特别的丰硕 而且特别美好 这是那里的感觉 但是我们讲这个黑门 因为黑门它有隔离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结党的和睦 教会里边非常非常容易讲 容易的就是结党纷争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说 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对不对 它是降杯 那么在前面的一段的经文 就腓立比书二章的一到四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里有什么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里边保罗对腓立比教会 讲的时候 是希望他们更多的 能够彼此合一 这个腓立比教会是 基本上在爱心上面 在许多事情 这个是水准以上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们在当中就可能有一些东西 就在合一的事情上面 还有的加强的 因此他们常常因为热心服事 彼此就有一见 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了一些愿意谦卑但是谦卑不起来 所以在这里第三节和第四节 我们说这其实是你一个人能够自卑 能够谦卑他的实践的要点 第一句话就 环世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乎的荣耀 第一点是不可结党 因为只要你结党 前些日子我们再讨论一件事 其实许多家里边的青少年 因为他在青少年的阶段 因为他很多事情没有把握 那在探索的过程当中 常常他们是很害怕的 在出去再探索各样的事情 但是他主要是几个小孩子在一起 他就胡作回味 所以是结党很容易 觉得说责任有人分担 那么我自己对不对不管 只要有人做他就跟着做 所以结党的事情 在台湾因为这个党与党之间的抗争 弄得多么难过 我们都看在眼里 所以其实结党很容易 使人党同华裔 就是去产生敌对 所以一个人要谦卑 他就非常直接的一个前提 就是 勿要避免结党的事 不要拉几个人 一起去对付其他人 那以多为胜 其实是一个怯懦的表现 所以不可结党 然后不可贪图虚乎的荣耀 这今生的很多事情是 过眼云烟 过去的就没了 不是真实的东西 虚乎的荣耀相对于基督的荣耀 那么只要存心谦卑 这是我们要做的 然后第三点的方法就是 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因为我们每个人只知道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们老是 自己有多委屈自己知道 自己能做什么自己也知道 所以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智慧 知道说我们很容易高抬自己的 所以要努力的去看 所以看这个字原文是算 就是我觉得我这样比他好 但是我要算他比我好 我就认定他比我好 那你这样认定的时候 你渐渐会看见 那么下面那句话也是相对的 叫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多花一些精神在别人身上 你就能够多了解别人 所以这是谦卑的四个方法 一个是不要结党 第二个是不要贪图虚乎的荣耀 然后要算别人比自己强 承认 那去宣告 然后要顾到别人的事 这是谦卑的四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这个没有结党的 不要结党 其实在哥林多教会 这个结党的问题 也是很麻烦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十九节 在你们中间不免 有分门结党的事 其实这个事情是 人性当中的 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是免不了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个结党的事情 那么其实这些事情 就是要使得有经验的人 经历过一些事情 他的生命比较成熟的人 他就知道说 其实不应该去结党 那换句话讲 结党是 幼小的幼稚的表现 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爱 那我们就不可能去 也就不需要去 跟某一些人特别的好 我想这样的应该是明白 所以这个 在这里我们又说到说 其实不要不可结党 还有什么 彼此遮盖 就黑门的山 黑门的甘露 能够降在西安山 你在西安山离我那么远 那我干嘛要去顾到你呢 那这就是 其实虽然没有关系 但是能够彼此供应 彼此给予 那这个降 降也有一个 这个临到 那样的意思 那我比较愿意跟大家来提醒的是说 你要知道说 这个 这甘露的 甘露的意义 甘露的作用 其实就是一种复辟 复辟也就是遮盖 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 我的弟兄啊 你们中间若有施迷真道的 有人使他悔转 这人就该知道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悔转 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 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那么你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对吧 在西伯来 这个 这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以下 所告诉我们的 其实这个 在教会里啊 常常有一些人 他自以为异 他自己很容易走入一个偏差里 就是喜欢去接花 喜欢去接短 那其实我们常常说 越是幼小的 像以前我们住在日本宿舍 那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洞 小孩子拼命把它挖到 那大人是把它补起来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一个属灵的生命 它是要去遮盖的 像我们这个 像挪亚他的三个儿子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寒 寒去看他的爸爸 那说赤身露体 那就去讲 结果 那亚浮汉散 倒退不看去 用衣服把它遮盖起来 其实这个是上帝给人的恩典 所以在生命纪第32章 这里 摩西的歌 他这一段歌词 诸天阿测尔 我要说话 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使细雨降在嫩草上 使甘霖降在菜树上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祂是磐石 祂的作为完全 祂行作的无不公义 是诚实无畏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那其实这是讲到 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话 就让人可以认识神 那么这里这一节经文 是我今天在这里 先做一个结论的 在和西亚书第十四章的第四节 说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盛开 如利巴嫩的树木杂根 其实这个甘露都牵涉到一件事情 甘露都牵涉到 遮盖 饶恕 理解 安慰 滋润 我这么说理解吧 所以其实黑门和西安山 他跟我们看见是 遥远的两个地方 但是他们不同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状态 但是能够把自己 所有的分到那里去 这是给我们一个 这样的一个意象 或者图像 然后降在西安山 我想西安山 我上次有跟弟兄妹讲 这个西安山在诗篇八十七篇 所告诉我们的 其实是来自各种各样的民族的 被上帝所拣选的人 那么如果我们 这个有很高的信息 能够去看到各种 不一样的人的需要 然后你就能够有 生命的祝福 有上帝所命定的福 他会做宣告 他会做启示 他会使得他的话 带着权柄临到我们 那使我们在上帝的命令里边 产生非常大的改变 从里到外的改变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 那么一分钟做结论 一个成熟的福事 是安息在与神同在的光景里 与神同在有安息 而他的目标 只有一个 就是弟兄和母同居 其实很多事情 如果上帝量给我们的弟兄 这个事情 不是你决定要几个 就可以有几个了 弟兄就是父母生下来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弟兄 我们教会能够多大 有些时候我们把人拉进来 让他相咬相吞 让他信了耶稣 那反而成为地狱之子 天天在那个地狱门口在吵架 那谁先下地狱 那就有点难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 追求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神儿子的生命 就是死人和母 那我们正在这样进行 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我们就等着 那黑门的甘露降临 然后使我们领受那永远的福乐 这是我们可以盼望的 好 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 我们下来rà 对不对 感谢金